我现在刚吃饱饭 然后我们听说有个挑战 但是 不是倒讯了吗 这个停队有点久 第一件 对不起啊 智能机器 这个都没什么 难度 这个其实不是 这个 这个好 这个不知道它要怎么搭 就是见过《长津剧》的胡子吗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其实是应该算好用吧 我觉得颜色是很百搭 然后款式来讲蛮有意思的 然后就有点翻 这样子去配一个interesting 你还有组分吧 我在配什么画 可以等我稍等我穿个鞋 好 今天是走Tono的look 然后是类似颜色吧 然后我是走了一个有点 今年流速是一个点 虽然这个包其实是我买了几年了吧 三四五年 这个猫脸的话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颜色很好搭 作为夏天或者是比较neutral的 然后这一件jump suit 然后这一件jump suit的话呢 其实是我这一集还蛮喜欢的 嗯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basic款 然后同时的话呢 其实它是有工装风的 然后有点90年代这样子的 vintage 复古风的这样的一个款式 勉强打雕了吧 听说我快超时了 你先超时 第二件 第二件 我选的 估计是鞋 你看看啊 这他的鞋 然后最近平底鞋在乱七八糟 我想说挑一双有点花纹的啥的 这也是我其实今年特别喜欢的一双鞋 去年出的完 应该把这鞋都搞的吧 反正但是我觉得非常美呢 OK 就它了 单品是什么来着啊 鞋子 对 这是一件深蓝色的 然后大概是三年之前 Jakramis还没有红之前 他的遗迹的look 然后我是有慧眼石英雄的 那样的一个特质 就是我对于还没有红的一些设计师 有真的很好的一个 先见之明吗 这个look 跟我默默的把脚下的东西 然后今天look来讲它其实有一点点撞色 这个是深蓝色 然后下面是陀黄色 蓝色跟黄色是一个撞色 其实是搭配基础配色这个里面的一条规则 就是其实冲撞色是很好的一个选择颜色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吧 这个look的话如果你晚上需要去day to night 这样直接进到一个比较正式的场合 你就直接 其实这双鞋是ok的 它也足够的有设计感 而且会很lay back 你会觉得有一种不经历之间的fashion感 你有没有用力过猛这样的感觉 今天是做了一个简单的 其实还是撞色 因为我是觉得深蓝色跟金色 其实它又是黄色跟蓝色这样一个撞色的一个搭配 其实这三个 三个戒指 有些时候这是一个tip 就是大家不用总是去买新的东西 有些时候你在layer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会出来新的一个造型感 每一个单带手其实都蛮纤细的 但放在一起 它就是一个有impact的一个layering 叮 第三件单品 今年就是这个 今年我特别喜欢 特别特别特别喜欢 它买了 但是从来没穿过 我觉得非常好看 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件 但是是人造毛啊 不是说真的是毛皮 我们非常的环保且爱惜动物 这件真的很好看 而且是个很新的设计师 所以我们第三件就选它了 就选它了 所以我们要做到 那我要拿一双比较配套 然后会有一个 既然这么多了 所以我们要做到底 怎么能穿拖鞋呢 Drama Queen 如果已经是这么 fancy的一个jacket 和外套的感觉的话 coat应该是 其实就里面 我觉得稍微简单一点 我自己的风格 一般来讲真的是从简 所以真的要凹造型 到这种程度的话 我还是会keep一个 里面那里的简单的搭配 那是一个 boyfriend jeans 跟普通 white t-shirt 这样子 然后高跟鞋是必要的 不然我可能会穿完它 看起来 应该像一个 苹果一样吧 这是差距 人跟动物的差距 我要怎么展现 oh my god 我又 复复五连牌 1 给我拿把钞票来 快 妈 你别拍我呢 这不是大侠的五连牌吗 复复五连牌 你要干嘛 复复五连牌 请告诉我 扑婆跟尺子有什么关系 飞出去 然后就开始 宰哥宰伍了 最后结尾 就是上海团 龙奔 龙龙 今天不知道算不算成功的挑战 反正已经结束了 下次见 拜